芒舟島是台山最偏遠的住人島 島上居住669名村民 在村民心中 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趙穩良 就是他們的燈塔 下面我們來聽一聽趙穩良的故事 2008年3月 一直都想改變家鄉落後面貌的趙穩良 放棄了原來的高薪工作 回到了芒舟村 當選新一屆村委會主任 隨後又被選舉為村黨支部書記 當時的芒舟島是台山唯一未通電網的村莊 依靠柴油發電 每日只能夠每戶人家用電4小時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島上群眾用電難的問題 趙穩良多次奔走於芒舟島和陸地之間 最終爭取島市鎮兩級財政 每年總共補貼9萬元 用於島上柴油發電 再加上村內每一年價集體經濟收入 村中常年發電的資金終於有了保障 為了解決島上用水難的問題 在市水利局的支持之下 趙穩良帶領村民造持蓄水 為了節約建設成本 趙穩良帶領村兩位幹部和村民一起 挑水泥擔石沙上山 最後僅用了5萬元 就建成了6個水池 讓島上200多戶人家 常年都能夠用上淡水 芒舟島的村民大多以漁業為生 為了島上漁民的安全 趙穩良積極推進全村漁船避風場所建設 極大方便漁船停靠避風 作為村黨總支部書記 趙穩良始終秉承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將村民家大事小事都記掛在心上 再苦再累也從來沒有半點軟然 是村民心中的燈塔